史上最难写的五个字 从古到京很少有人写好 一个字 人 写人须两笔 做人要一身 一笔前半身 一笔后半身 第二个字 心 心字虽简单似笔 看似简单 写起来却不简单 做起来更难 柳公全说 心正则笔正 第三 天字 天字难写就在一个正上 人正笔正 天字两个狠话 长短 位置 倾斜角度 看似简单 要写得不偏不倚 何等之难 第四 寸 一寸高音 一寸精 勤学苦练 方成才 人生力如此 说话做事也好 学习享乐也罢 如果最终不能做到分寸有度这一点 很可能就会陷入物极必反的桎梏之境 第五个字 功 脚踏实地要对得起 头上三尺成名 最后一痕如果太平 字就会太过僵硬 倾斜角度过大 重心就没了 这需要随机应变 在变中求胜 头音